男子女 柯平 我想兒子生命最大影響就是 我有很多事情其實都做不到 以前我通電話都挺奔放的 有很多座與詞 那些座與詞是染血的 要很流利的 以前沒有小朋友的時候就覺得 害怕什麼 長大一點就明白 但原來你自己有個兒子 好像一塊鏡子一樣 他很多時候真的會跟你做事 他會學爸爸 有些人說要教好的小朋友 我反過來應該是 小朋友出生就是在教育自己的父母 其實父母也有很多東西改變了 你問我如果教育的話 我都會希望他自由發揮 因為我讀書不成 我又不喜歡傳統教學那些 我完全是沒有理會他 學做人還要學讀書 你讀書很厲害不懂做人 人家一樣不會幫你 一樣不會給你機會 還有爸爸就是要求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語言能力要很高 因為我自己做藝人 我去到某些國家 我真的不敢說話 因為我英文不厲害 私底下這樣幾句英文 當然別人聽得懂 像普通話一樣 我有很多國內的朋友 他們都不介意我亂說 這樣OK 但如果你說要做電台做成 你亂說別人真的會笑你的 他經常叫我買東西 他經常叫我買東西 巴巴巴 接著有一個英文 例如Content Mixer 垃圾車 英文 Herry Quarter 他所有的英文去吃 我太太現在經常收拾得很棒 I want to be 很多的be 我們不會懂這些 他經常叫我不要說難英文 老婆經常說 你的文化又不對 文化又不對 所有都不對 你不要再說 阿楓很小時候 已經單獨帶她出街 我很少帶我姐姐出去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個時間是我們 有空 第二天不用工作 我一定晚上跟她睡覺 起床 那種摸到你 即是 爸爸 他經常叫我黎諾伊爸爸 因為他覺得是手心的字 媽媽經常叫他讀黎諾伊 他起床 黎諾伊爸爸起床 Feed me You feed me Please 起床 爸爸醒來 黎諾伊爸爸醒來 其實沒做過事的 但點點的敵情話 就是知道你常在身邊 我爸爸早就不在 好像小學五六年級 爸爸就已經不在 所以那個記憶不是太多 媽媽變成要醜汽 養起床家 他都很辛苦 一起不用做事 玩樂 那些時間是少的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 會令到我們兄弟都很成熟 幫家人去處理好多事情 我希望兒子有一天 他是不用我操心不得志 是幫我們安排好所有事情 現在環境不一樣 但我都希望他有這樣的責任感 家庭是要你揹起的 你是男生 你有責任去解決任何問題